大家好!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李献因为演出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人气飙涨,搭配周宇同和演的新戏《无相有情人》。 李献即与刘亦菲合演《去有风的地方》大爆后,新戏《无相有情人》在演返乡聊玉剧, 一样是女主角遭受人生挫折后,选择返回家乡,遇到性格成熟稳重的男主角, 进而相知相爱的暖心物语。 虽然这次搭配的女主角周宇同演技也很不错,但不少网友还是敲碗她能跟刘亦菲二搭。 《去有风的地方》没有乱洒狗血的言情套路,用一种舒缓的慢节奏, 唯唯述说着一个温暖的群像故事,不少观众大赞看着剧中优美风景与疗愈的剧情, 仿佛也被治愈了。李献扮演的谢知遥与刘亦菲饰演的许红豆《双向奔赴的爱情》, 感动无数CP粉,也让她既亲爱的、热爱的之后,再度成为万千少女的最佳男友, 重返顶刘小生的行列。也因此李献下一部新戏的动向备受关注。 据悉,她3月将开拍新戏《无相有情人》,传出女主角有三位人选, 刘亦菲也在其中,近日确定花落周宇童。故事跟去有风的地方兜走田园聊玉戏, 她扮演一名遗体化妆师,因父母离异,选择跟奶奶相依为命, 待人处事充满爱心,人设跟谢知遥很像,遇上遭受重挫返乡的女主角, 被对方热情独立的自信风采吸引,进而陷入热恋。 女主角由周宇童担刚的消息一出,让不少想看李献与刘亦菲二搭的粉丝感到失落。 业界认为,虽然周宇童人气不弱刘亦菲,但她演技向来再现,且她与吴磊合眼爱情而已, 为波仪引先轰动,加上28岁的她比刘亦菲年轻7岁,配搭31岁的李献不会有违和感, 也比较有新鲜感,硬是她出现的主因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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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